你怎么也信起这个了 你这双手一直都是拿笔的 从来没有打过仗 这一去枪林弹雨的 我现在 你愿信 放心吧 我没事 走 快走 走 跟着 站住 站住 快走 老总 姓什么 杨 叫什么 杨十三 从哪里来啊 安月 到哪儿去 刘阳城 干什么 收账 收什么账 收安月煤矿的账啊 兵荒马乱的 你一个外乡人跑过来收账 这 老总 这 老总 这是我唐克给我的胭脂袋 带走 是 快走啊 跟上 快点 后边跟上 快点快点 快走 走 走 等下 快点 老总 帮个忙 解开一下 我想解个手 尿什么尿 鬼门关里尿去 老总 我实在是憋不住了 您看 行可方便吧 早说呀 不就撒个尿吗 谢谢老总 前面得跟上跟上 前面都跟上 你们快点 快点 快 快 当下 快 来 快 你那边 过来 这边 兄弟们 周围仔细地搜啊 是 是 搜仔细了啊 团总 团总 你看 哪儿找到的 在那边 走 没事 大 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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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不是夏唐冲老臣吗 团总好 看见生人没有 什么生人 共产党 共产党 刚刚跑调的 看见了赶紧告诉我 上五块大洋呢 好啊 那要是看到了 不就发大财了 发你的头 走 开会 干吗呢一个人 站那儿发呆 没什么事 开会 到底怎么了 我心慌得很 我总觉得 润芝好像出事了 别瞎想 润芝能出什么事啊 来 老乡 我摔了一脚 把脚给弄上了 老乡 帮帮忙 老乡 帮帮忙 老乡 这是你要的鞋 还有这把伞 这是剩下的钱 这个就不用了 已经够麻烦你的了 不不不 路上你肯定用得上的 来 谢谢 莫走大路 大路上 民团正在抓共产党 老乡 走山后面的小路 快走吧 来 快走 就这几块干粮了 带着路上吃 老乡 你救了我的命 我记得 不要说这些了 快赶路吧 快赶路吧 讲好了兵分三路 河宫长沙 现在一团二团都动了 就剩下我们三团了 要是再不动 我们就得落在一团 二团屁股后头了 你急要什么用啊 这不在等毛委员吗 那派去找他的人呢 还没消息呢 兵贵神速 兵贵神速啊 慢点啊 按道理说早该到了 别视路上出什么事了吧 毛委员 毛委员 你怎么弄成这样了 路上遇到了民团 差点把这条命给报销了 幸亏跑得快啊 就是这脚底板造了罪啊 我来介绍一下 这是三团的五中豪同志 毛委员 你好 苏仙俊同志 毛委员 一边请 为什么还挂着这面棋 不一直都是这面棋吗 不 这不是我们的棋制 南昌棋 用的还是国民党左派的名义 打的还是青天白日棋 但是从秋收棋开始 要有一面真正属于 我们共产党自己的棋制 把这面棋给我扯下来 是 要有一面真正属于 我们公农的棋制 来告诉大家 我们不再是 从属于国民党的军队 而是共产党领导的 公农革命军 贺长工同志 你是政治部主任 设计共产党 第一面军棋的任务 就交给你了 是 今天晚上就要出城 来不来得及 保证完成任务 莫远 请 同志们 今天 是我们公农革命军 第一时 第三团 起兵出征的日子 昨天 于洒渡中文章的第一团 已经宣布起义 打进了平江 王新亚的第二团 也已经在安元起兵了 我们第三团 更要一鼓作气 攻占刘洋 与一团二团会合 拿下长沙 取得整个起义的胜利 接下来 有请湖南省委委员 起义前敌委员会书记 毛泽东同志 为我们做战前讲话 这位小兄弟 多大了 十六 十六岁 才十六岁 怎么跑来当兵打仗 因为 因为我要报仇 报仇 报什么仇 我爹 我娘 都是农会干部 他们都死在了民团的手里 他们还有斩草除根 连我一起杀 我从四人堆里爬出来 才捡了一条命 我要是不来就是个死 我来了 还能给爹年报仇 跟他们拼 这位小兄弟说得对 要想活命 要报仇 就只有跟他们拼了 这位小兄弟 各位乡亲 各位兄弟 各位同志 今天在这里集合的 有士兵 有工人 有农民 我们都来自不同的地方 做着不同的事情 有着各自不同的家庭 可为什么 我们今天却集合在这里 跟着共产党 提着脑袋扛枪起义呢 就因为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 都和这位小兄弟一样 被反动派逼得没有活路了 就因为我们农民 想要得到我们应该得到的土地 就因为工人 想要过上吃饱穿暖的日子 就因为士兵 想把枪口对准军阀和帝国主义 而不是工农大众 敌人的刀 就因此架到我们的脖子上 非要把我们赶尽杀绝 既然反动派没有给我们活路走 那我们每一位同志 都拍拍自己的胸脯问问自己 我们到底是要死还是要活 要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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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拿起我们手中的武器 真刀铭枪地跟他们拼了 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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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0年初 毛泽东在干南要求大家毫不动摇地 确立建立赤色政权的深刻观念 从而把更大的精力 投入开辟和巩固 干南米西革命根据地的工作中去 逐步开辟了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 君教功名革命 齐号镰刀斧头 这才是我们要打出来的旗帜 是 小兄弟 借齐 是 君教功龙革命 齐号镰刀斧头 秀铜一带不停留 要向平流直进 地主重重压迫 农民各个同仇 秋收时节 暮云仇 霹雳一声暴动 1927年9月9日 毛泽东在乡干边界领导修书起义 建立工农革命军 由旧军队 矿井 农民自卫队武装 整合改编而成的起义部队 分兵三路进攻长沙 然而 残酷的现实 证明了刚刚拿起枪的共产党人的 缺乏经验与过于乐观 短短不到十天 三路起义军在优势敌军的组结包围下 连遭失败 未进长沙 已损失大半 由于起义受挫 9月14日 毛泽东在刘阳东乡上平召开紧急会议 决定改变攻打长沙的计划 向江西农村转移 9月底 其义部队行至永新县三湾村 人数已不足千人 大家都擦亮眼睛看清楚 谁他娘的要是再敢逃跑 这几个逃兵就是榜样 听我的命令 不已成功 再几个逃子 刚才一个官都损伤了 来 五洞 裹上 一额 咱的革命资本就逃光了 今天非杀一锦柏不可 预备 等等 我问你们 你们为什么要跑啊 孟爷 兄弟们出来革命都是打长沙的 可是现在革命都失败了 长沙也打不了了 跟着你们又不知道去哪儿 我们正好回家了 我家救我娘一个人 我要不回去 地里的东匪都没人杀了 你看一个个把革命当成什么了 农贤跑出来逛庙会啊 这把枪毙还留着干什么 我觉得想回家人值长情 我理解 毛远 这你也能理解啊 我们确实失败了 而且接下来我们要去哪里 我们自己也不知道 人家要走也没错 你拿枪杆的硬逼着人家跟你走 到了战场上照样是一个逃 不是一条心 留下再多的人 也不是真正的战斗力 天要下雨 娘要嫁人 愿走愿留 都凭自己 放人吧 来 你们都起来 这怎么办 就是啊 就是啊 这逃兵怎么能放啊 逃兵就应该枪毙啊 是啊是啊 怎么能放啊 就是啊 还能不能放啊 帮我看看 就是啊 就是啊 应该去逃吧 对啊 来 这样 我这儿啊 就剩几块钱 你们几个分一下 就当路上的盘缠吧 这 谢谢毛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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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志们 还有没有想走的 想走的就举手 不用偷偷摸摸的 可以光明正大的走 好 哪有这样带兵的 但是有一点哪 人可以走 枪要给我留下 来 毛委员 对不起了 我们走了 不要紧 你们今天走 我不怪你们 什么时候你们想回来了 我毛泽东 还是欢迎啊 去吧 快 就这么走啊 都走了 就这么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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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去走啊 圣下的同志们 既然愿意留下 那我毛泽东 谢谢了 还是说了 哼啊 可以 Breathe 啊 那你 Allies 人情都不好 情绪都不高 自从秋收起一开始 我们就信心满满 气吞山河 可是 才仅仅二十多天 我们却一败再败 被敌人追得东躲西藏 五千多人的部队 现在只剩下不到一千人 就连总指挥卢德明同志 也在卢夕壮烈牺牲了 换成是谁 现在的心情都耗不了 都会对我们这支部队的前途 对革命到底应该怎么搞下去 而感到迷茫 而我也一样 这些天 我也一直在想这个问题 我们到底为什么会失败 问题出现在哪里 而之后我们又要何去何从呢 还有没有希望 这也正是我要召开 这次前卫扩大会议的原因 这次前卫扩大会议的原因 根据实际情况 我们先把部队缩编为团 当初我们打出的这面棋 是工农革命军 敌军敌师 可现在我们连一个团都不满遍了 所以我建议改称部队为工农革命军 敌师敌团 何成功同志 这面棋是你亲手设计的 我现在把它交给你 你要好好把它保存起来 记住 将来有一天 我们会把它重新打起来 是 是 下面 我们再来谈第二个问题 军队的脑壳 我们部队一路走下来 损失了将近四千人 可是认真算一下 真正战死沙场的并不多 大多都是逃兵 这是为什么呢 我也一直在想这个问题 但直到我深入到部队的基层 一个一个鳞 一个一个牌 深入地去调查的时候 我才找到了这个答案 因为我发现了一个现象 在我们这个部队里 居然有一个鳞 还有一个牌 铁板一块 一个逃兵都没有 他们这个鳞 在拔掉老牙口 敌人机枪点的战役中 一战就牺牲了八十名图子 只剩下二十七人 可谓是我们全军 牺牲最惨烈的一个连队 但是 就是经历了这样的牺牲 这剩下的二十七人里 居然一个逃兵也没有 一个连队 为什么 作战会如此的英语 意志会如此坚定 就是因为这个连 有了连党代表 在这个连队上 建立了党组织 不光是这一个连队 还有一个牌 也是一个逃兵也没有 就是陈世举同志 所在的第三牌 陈世举同志 虽然不是共产党员 但他却是入党的积极分子 他们这个牌 在他的影响下 都拧成了一股绳啊 这说明什么 说明了 只要有党在的地方 就会形成强大的政治凝聚力 所以我建议啊 从今以后 我们的部队 要在团营两级建立党委 而把党支部 建在连队上 进而发展排的小组 搬的党员 由此形成党指挥枪 这将使我们这支队伍 不同于以往任何的队伍 成为从此上下一心 牢不可破的 最有力的保证 所以接下来 我们还要积极发展新的党员 在那些 经历过战火考验的战事中 挑选一些 意志坚定的优秀分子 来充实我们党的领导力量 解决了 这第二个重头问题 我们再来解决 第三个问题 苏团长 这个你认识吧 这个是我从你的警闻员那里 借过来的 我的皮鞭 你拿它做什么 我想你们在座的大家 都听说过我们部队里 流传着一句话 叫做五皮军官吃小灶 这五皮指的是什么呢 皮鞋 皮绑腿 皮包 皮带 还有就是皮鞭 而这个皮鞭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是军官用来打士兵的 只要一个不顺眼 一皮鞭子就打下去 鸟是养出来的 兵是打出来的 这不打能听指挥吗 同志们啊 革命不能靠勉强 军队更不能靠打骂 苏团长 我们不是旧军阀的军队 而是工农革命军 如果在我们的部队中 还不能实现官兵平等 想打就打 想骂就骂 那谁还愿意来当兵呢 所以 要想真正实现官兵平等 就必须把这个皮鞭收起来 不过这个皮鞭要收起来 我建议 全军上下 每个连 每个牌 都成立士兵委员会 选出士兵代表 参与到部队的管理中 实现军队民主化 让每一个士兵都有真正的发言权 我同意 要是真能这样 别对我不说 我这个牌 一定能更团结 好 那下面 大家就回到自己的连队 各自落实一下 小小三湾村的这次改变 使经历重重失败的 秋收起义队伍 焕发出了全新的生机 毛泽东创造性确立的 党指挥枪 织布建在连上 官兵平等 三项全新制军方略 也由此成为建设新型军队的 重要原则 对人民军队的建军与发展 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我宣誓 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牺牲个人 努力革命 阶级斗争 服从组织 阶级斗争 服从组织 阶级斗争 服从组织 阶手秘密 永不叛党 阶手秘密 永不叛党 岭世人 毛泽东 宣誓人 陈世举 宣誓人 刘燕 宣誓人 尹辉 宣誓人 赖业 宣誓人 赖业 宣誓人 欧阳健 宣誓人 李恒 宣誓人 李恒 陈教官 这个毛泽东 是你农奖所的老师 你给这事牵线搭桥 可别胳膊肘冲他拐啊 你说句掏心窝的话 他毛泽东 是不是想当朝盖 把我们当了白衣袖士王伦 袁大哥看过信 毛委员的一番诚意 都已经写在里头了 洛元哪 人家都送了登门帖 眼看人家都快到了 你倒是说句话呀 他们到底有多少人枪 那得有个七八百条人枪 咱们两路人马加起来 才三百号人 不到一百杆枪 人家可是兵强马壮呀 这万一要是想吃掉我们 那还不是拍拍巴掌的事 可换过来想想 正是因为我们实力弱 才被附近几个县的民团 拈得站不住脚 只好跑到井冈山 天天钻山钩 要是这个毛泽东 真心诚意 跟我们合兵一处 平田七八百人枪 那方圆百里哪还有对手 我们的好日子也就到了 袁大哥讲得对 你好歹也是个共产党员 我们是农民自卫军 那毛委员也是党中央的委员 他拉着队伍到这儿来闹革命 他干吗要吃掉自己的队伍 陈教官 这可不是我王左小人之心 人家可是七八百条枪 这长颜道手握力气 杀心顿旗 你是一颗红心 可人家要是包藏祸心怎么办 别忘了我们这块地盘 那是多少兄弟 鞋里刀尖上滚出来的 罢了 做了两手安排 我已经派子珍前去探路了 这个毛泽东 要是真心诚意跟我们合 把我们当一家人 我们就合 要是他带着人马杀上来 我们就跟他拼个 鱼死网破 快快快 快 这边 这边 好 这边 姐 这个毛尾元 到底长什么样子啊 我又没见过 哪知道长什么样 就是以前在永新的时候 读过他几篇文章 写的 那叫一个好 引这么大队伍 我还以为 是个威风八面的将军 这 原来是个写文章的秀才 人家可是中央委员 既是秀才 又是八面威风的大将军 怎么 不行啊 哟哟哟哟哟哟 好像你见过一样 哼 站住 别动 别动 站住 什么人 毕人毛泽东 特来拜见井冈山农民自卫军 原总指挥和王副总指挥 你就是毛泽东 怎么 不像吗 没想到这露林宵聚的井冈山 初类迎客的倒是两位女将啊 就你一个人 那倒不是 后边还有人 我们总归是头次见面 空手而来还是不好的 我总该准备点见面礼嘛 见面礼 没错 真重 是 从来没见过这么多枪 我也是 这么重的灵 所以 毛泽园 这 这让我怎么说好呢 毛泽园说了 听说我们山上缺的就是枪 所以先送我们两百条 保证我们兄弟人手一枪 我就说了嘛 毛泽园是真心实意 来跟我们合作的 是 是 真心实意 真心实意啊 好 毛泽园 一会儿 我可要好好敬敬你哦 毛泽园 我也要敬你 那我就更不敢当了 我刚一进永兴县 忙而惯的 可都是你贺子珍同志的大名啊 组织永兴暴动 大县城 结大狱 以此救出七十多位农会干部 女中豪杰呀 今天哪 应该我敬你才对呀 不敢当 毛泽园 但是 在喝这碗酒之前 我有几句掏心窝子的话 要跟大家讲一讲 为什么头回见面 我就要送枪给你们 可并不是我毛泽东穷大方啊 而是因为 我知道井冈山上的枪 来得有多难 那都是我们农民兄弟 赤手空拳 从地主武装那儿夺来的 哪干枪 不得用几条人命才能换来呀 但是有一句话 只要全天下所有的受苦人 拧成一股绳 我们就谁也不怕了 今天我带着工农革命军第一团 来到井冈山 就是要和大家拧成一股绳 为穷人打天下 只要这天下还有老百姓在受苦 我们就拉起更多的工农队伍 一直打下去 直到打出一个 堂堂亮亮的新世界 大家说好不好啊 好 好 毛老爷 你这个朋友 我原文才交定了 一句话 欢迎部队上级更山 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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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宇洒杜同志 你好 太好了 太好了 跟秋手起义的部队失散了这么久 我还以为 没想到还能联系上 来 快起进 好 来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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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请坐 来 喝点水吧 来 来 喝水 谢谢 毛泽东同志最近怎么样了 还好吧 好得很 好得很 怎么了 人家拉着队伍上了山 和两个山带往称兄道弟的 做起了宋功名 这难道不叫好得很吗 于同志 你先把情绪收起来 到底怎么回事 好好把事情说清楚 就说起义第六点 我们三路人马各自受挫 我当时坚决主张执行省委的命令 可是前委书记毛泽东 却擅自做主 违反省委的决定 放弃长沙 一路南下逃跑啊 怎么能这样 这是典型的逃跑主义 就是逃跑主义啊 一路上还放任那些逃兵 离队亲自发放路费 造成我们的队伍啊 继续流失 最后只剩下七百人哪 那你这个当师长的 怎么就不管管他呢 人家是前委书记啊 我说话算数嘛 要是算数的话 我也不会被挤兑回来啊 毛泽东同志 怎么搞起了封建家长之作风 把起义部队 变成了他的一言堂了呢 人家是山高皇帝远 谁管的着台 那他们是怎么上山的 他不敢打长沙 也不敢下湘南 就连国民党最软淡的干军 他也不敢打 他带着队伍 上了湘干边界的景岗山 和那里的两只土匪会师了 为了讨好人家 拿了两百条打枪 作为见面礼 这还了得 把起义队伍拉上山 把革命的钱送给土匪 这不管是逃跑主义 还是机会主义 投降主义 我 我劝了他好多遍 没用 他全都当成了耳旁风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 我必须对我们的党负责呀 所以 我申请离队 到中央来报告 请求中央严肃处理 一定要处理 必须严肃处理 如果你反映的情况属实 那毛泽东的问题 确实非常严重 必须处理 可是现在呢 大革命刚刚失败 整个党和中央 都还在恢复元气状态 离景岗山最近的湖南省委 江西省委 也都遭到了破坏 连罗县也没有修复 跟景岗山这样的山区 一时也很难取得联系 就算是要处理 那也得找到他的人才行啊 无论如何 只要能与其一部队联系上 就必须立即处理这个毛泽东 她们下充头 暗号 穿下并